陸媒4月13日報導 河南省委編辦發布所謂改革案例 宣稱2023年 全省事業單位大幅縮減機構和規模 其中省職層面出學校醫院外 事業單位精減60.7% 撤銷科級和事業編制16名以下事業單位 以及空殼單位137個 事業編制精減46.9% 收回的事業編制下沉縣區5638名 視線層面 事業機構精減44.3% 事業編制精減23% 其中全額撥款事業編制精減13.7% 消息衝上微博熱搜 引發熱議 網友表示 只是精減機構又不是精減人員 不會少一個人的 就是整合的事兒 這就是敷衍人吶 裡面有很多彎彎 過去機構精減是沒什麼成功的 每一次一精減 其實又有很多的官員的家屬 塞進來 不僅沒有精減下來 反而同站起來 現在你看到河南的例子 它人員並沒有減 而且還在增加這個人員編制 所以這個本來就是一種自欺欺人的 在玩一些這個文字遊戲 根本起到不了解決它目前這個政府沒有錢去運作的一種危機 浙江退休教授李女士表示 在中共體制內編制不夠的時候 會以勞務派遣方式補充人員 這些人照例吃財政飯 據大陸媒體報導 2022年中國財政供養人口達8000多萬 用去稅收4成 由於中共數據一貫造假 實際情況可能更糟 中共可以說是世界上最龐大的一種官僚體系的存在 相當臃腫 這些官員除了他要消耗大量的這種財政支出 增加百姓的這種負擔之外 他還會娛樂百姓去搜刮財富 使得在中國社會老百姓是苦不堪言 也有網友說 河南省大幅縮減視野單位 是地方財政真沒錢了 中共的這個機構精簡 實際上直接是由於經濟下滑 特別是地方政府虧空 而過去這種政府所依賴的收入大幅下滑 特別是那個政府埋地這一塊基本等 也就是沒有了 所以呢 他不得不過緊日子 新唐記者夏敦喉 王彥喬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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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